Hello 大家好 我是汪哥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自己和自己生了自己的故事 潜目的地 电影一开始 反派炸弹狂人正在安装炸弹 特工小布及时出现 阻止了他的行为 结果自己却因此毁容 小布还是很敬业呀 即使毁容了 也心心念念要抓住炸弹狂人 很快小布就恢复了身体 并改头换面成了八哥 这个样子有点酷啊 小布是个时空旅行的特工 他的工作就是穿越回以前阻止炸弹狂人 虽然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但这次他非常有信心 一定可以捉住炸弹狂人 他在一家酒吧认识了忧郁男约翰 约翰是个名叫未婚妈妈的携手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他以前是女人 现在变成了理解女人的男人 但无论是哪种性别的他 都是聪慧的 女性约翰名叫简 为了保护自己还学会打架 他知识冤博并因此被航空公司选中 但因为和人打架被取消了资格 就在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让他沉迷的男人 但那个男人后来消失了 简和那个男人的孩子也被悄悄抱走 而简因大出血被切掉了子宫 但神奇的是 他拥有两套生殖系统 于是简变成了男人 并改名为约翰 约翰非常憎恨那个毁掉他的男人 小布说可以带他回到过去找那个男人 条件是约翰加入他的抓捕小队 他们穿越回到简上大学的时期 小布让约翰去做自己的事 完事后他们再会合 之后便去抓炸弹狂人 但他还是以失败告终 而约翰看到大学时期的简后 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怜悯 神秘男人没有找到 他却和简陷入了爱河 并且有了两人的孩子 小布将孩子偷偷抱走 送到了二十年前简所在的孤儿院 也就是说简是男性的自己和女性的自己生出来的孩子 原来约翰自己就是那个神秘男人 小布穿回他和女性简谈恋爱的时候 但他离开了那个时空 所以简才受此情伤 可是为什么小布什么都知道 画面回到小布没有毁容之前 原来小布就是中年的约翰 怪不得他知道这一切 虽然闹了大乌龙 但小布还是谨记要抓住炸弹狂人 终于他要抓住炸弹狂人了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炸弹狂人就是老年的自己 并且已陷入了疯狂的偏执中 小布打死了炸弹狂人 而自己也因对这一切 接受无能变成了新的炸弹狂人 这就是个周而复始的怪圈 自始至终都只有他一个人陷入 回到过去也于事无补 因为没有开始也不会有结局 好了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